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转一转休斯顿和莱斯大学 休斯顿不愧为美国的第四大城市 按人口来分,它仅次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而排名第四 确实是大都市的感觉 初时休斯顿已是近黄昏 就被漂亮的丽娇桥所惊叹 虽然还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但是呢,这里真是车水马龙 看着飞机横跨过公路 觉得我们离今天的目的地已经是不远了 在网上查到的竹园立刻迫不及待地来到这里 非常推荐 这里的北京烤鸭 可以算是我在美国吃到的最地道的烤鸭 酒足饭饱之后 就摸黑进入了休斯顿 夜空下的休斯顿也是高楼林立 感觉不输给芝加哥 看着这个飞机从休斯顿Downtown的上空滑过 觉得飞行员也好辛苦呀 要躲过林立的高楼 转角童话般的马车 也让你有一种梦幻的感觉 蓝天白云下的休斯顿 就更加气势澎湿了 比夜景又细致了很多 长期生活在美国东部的大农村 或者小城镇 非常喜欢休斯顿千姿百态的立交桥 和有气势的当汤 一提起休斯顿呢 大家一定会想到 曾经入主火箭队的姚明 所以我们首先呢 来到了这里 来看一看姚明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而且呢 在2004年的时候 我们看了NBA的一个纪录片 叫姚明年 每每每想到这些呢 就想到了查尔斯巴克律 怎么样亲吻驴的屁股 在Toyota中心的Route广场 也可以看到漂亮的Downtown的楼群 高大威严的法院大楼 这一片呢 都是休斯顿所在的Harris County 他们的司法机构 以及县行政政府所在地 穿过这一片呢 真的是林立的大厦呀 感觉有点一线天的感觉 有时候皇后间 又像觉得在曼哈顿 感觉比芝加哥 还要高大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没办法抱走休斯顿Downtown 但是在这个楼群前面 还是禁不住 停下了车 高耸入云呢 感觉我们是在天井里一般 在休斯顿呢 我们因为待的时间不是很多 所以没有看到太多的无家可归的人 按道理呢 应该感觉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在我访问的城市里 休斯顿给我的感觉 就是最不安全的城市 在一次去纽约的时候 我们的后创客曾经被盗 但也没有给我那种惧怕的感觉 又是一个漂亮的楼群 在休斯顿呢 我真的是被吓到了 我们在吃完晚餐 回到酒店的路上 停在一个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上 就一个短短的红灯的时间 突然就有一个人 铺上了我们的前边的挡风玻璃 哇 当时把我吓坏了 然后拿起一个烂抹布 就开始擦我们的玻璃 如果你碰上这种情况 你敢打开你的窗户 给他付擦玻璃的钱吗 或者说给他一些小费吗 这是休斯顿的中心 Main Street 这里有非常方便的游轨电车 来来往往的 这里呢是Main Square Station 是游轨电车在中心区域的一个大站 因为还是圣诞节期间吧 各种装饰 灯火辉煌 本来走到这个区呢 就想看一看 这里的喷水池 据说呢 喷泉随着音乐 各种各样的造型 非常的漂亮 可以围绕着喷泉跳舞 很好奇 来到的这个车站看了一下 觉得等车的人好幸福呀 还有很多的座位 路边的不锈膏的雕像 也很特别 很多人都期盼着这里的喷泉 只可惜它迟迟都没有开始 最后只好问了一下旁边工作的人员 说今天呢 这个喷泉呢漏水 所以暂停了表演 大家也只好作罢了 看着休斯顿中心 来往不断的列车 还有闪烁的灯光 足以感受到 休斯顿这里的节日气氛 转个弹 转个弯 依然是高楼大厦 正如悄悄地来 我们又悄悄地离开了这里 赶着最后一抹阳光 赶着最后一抹阳光 来参观一下心心念念的 Rice大学 这个号称南方哈佛的私立学校 盯着这个不时在变色的高楼 一路来到了 Rice大学 多年来呢 莱斯大学一直在 美国新闻 以世界报道 全美综合大学排名中 名列前20位 在最新的2020年的排名中 他居第17位 校园里呢 大片大片的林地 可能还处于圣诞节和新年的 假期中间吧 路上只零星地碰到了几个人 基本上没有什么学生在学校 据说莱斯大学呢 在全美最好的本科教育排名中 位居第3 在生物医学的排行榜中 位居第8位 非常著名的一所私立学校 但是它的收费呢 却非常的低 相当于一个 普通的公立院校的学费 因此呢 要想申请到莱斯大学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好喜欢这个主楼 红砖色的底调 加上白色的装饰 然后灯光呢 打的又是冷暖灯光相结合 给人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 而且呢 在它的建筑设计中 也有中轴线的概念 雕梁画柱 细致入微 很多大理石的顶梁柱 所有的门窗 都是拱门 木色江林 看到这里 真是美的 让人发呆 像是进入了 深宅大院 高深莫测 很享受 这个宁静的校园 这个地中海市的建筑 千言万语 化作一个字 美 夜幕下的校园 虽然这个时间 学生在校的并不多 但是 但是也是灯火 但是也是灯火 笼罩 感觉很温馨 周边的建筑呢 也跟刚才我们看到的主楼 它的建筑风格呢 非常的相似 到处呢 都可以看到 这样的大柱子 和一个一个的拱门 教室 教室里 实验室里 学生活动区 依然是灯火通明 能够入学 莱斯大学的学生 都是精英呀 据说呢 新生SAT ACT的录取分数 在全美排名是第九位 学校呢 也是秉持着 小而精的教学模式 师生比例呢 是一比七 并且呢 莱斯大学在 材料科学 纳米科学 人工心脏研究 以及太空科学 能研经济 这些领域 在世界都占领先的地位 除了室内运动区 还有高大上 令人羡慕的 室外游泳池 这里是音乐学院 也是别具一格 月光下 美丽的建筑 里面的每一个细节 也都是很美 这是慕名而来的 目光之城 目光之城呢 建于2012年 里边的座位 可以容纳120个人 坐在里面呢 据说适合冥想 透过顶部的 正方形 可以看向天空 能不能让人 深思冥想 这个搞不清楚 但是来到这里 让我感觉 内心非常的安静 走到楼下 又看了一番 出来的时候 被眼前的夜景 和周边的建筑 所魅惑 目光之城呢 本来也应该有 灯光的颜色变化的 但是由于这是假期 这里也暂时关闭了 虽然是夜游的 莱斯大学 也非常的享受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订阅 点赞 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